现在来介绍的是多项式的导函数 多项式的导函数的话呢 这种题型的话呢 是我们最基础 而且是最常见的题型 在介绍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最简单的题型 就是x的二次方 它的微分 它的导函数叫做2x 是如何说明的 那么我们就拿这个例题 来说明给各位同学看 那在说明之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的定义是什么 于是我们就把定义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的话呢 微分这个地方 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 这就是我们的微分的定义 那么微分的话来说的话呢 是切线的斜率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数字要套进去 那什么意思呢 函数叫做x的二次方 那这个的话呢 你无论带什么数字 你是a就是a的二次方 b就是b的二次方 那么x加上δx呢 就是x加上δx的二次方 于是我们看看下一步 我们下一步出来了以后 我们发现直接把它套进去 叫做x加δx的二次方 减掉f of x 那么这个算式的话呢 算出来会是多少呢 我们的话呢 算给各位同学看 那在算这个题目之前的话呢 我们要复习给各位同学 思考一下 这是两个相加的二次方 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的话知道 这是a加b的平方 等于a平方 加上2ab加上b平方 我继续写下去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写下来是这样子的 等于 这边是limit δx趋近于0 然后的话呢 算式的话呢 同学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 a加b的平方等于a平方 加上2abx δx 再加上b平方 δx的平方 再减掉x的平方 这下面的话呢 是δx 这个地方我把它刮乎起来 比较分得清楚一点 我们再来看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的话呢 前后有两个部分的话呢 是可以对销的 于是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 底下有一个δx 上面都有 我们的话呢 继续写下去 这个等于多少呢 等于limit δx趋近于0 来我们的话呢 上下同除一个δx 下面就会变成1了 上面的话呢 是2x 这个除掉 这个除掉 所以的话呢 是2x 再加上δx 于是等于多少呢 δx趋近于0 于是的话呢 就得到了2x 我们证明了x的平方 它的导函数是2x 我们再来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呢 跟刚刚那个题目是差不多的 刚刚那个题目是x的二次方 那现在这个题目是x的三次方 那么的话呢 我们可以证明 它的话呢 为分是3x的二次方 那我们的证明的方法的话呢 其实是跟刚刚一样的 第一步还是把它列出来 它的导函数的定义 然后继续说下去 因为这个题目跟刚刚那个题目 其实是类似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让各位同学自行练习 我们来做做看 再下一个题型 下一个题型的话呢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一个函数 它本身来说 x等于x 这个的话呢 是y等于x 这是一条直线 请问一下 x的微分的话呢 为什么会是1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说明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 如何证明它是1 当然还是要把它的定义来列出来 列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 这就是我们切线斜律的 最原始的定义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要把它带进去 那现在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的话呢 这里是多少 这里就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直接计算 我们来看一看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非常好计算的 是怎么说呢 因为的话呢 这里是a 这里就是a 这里是b 这里就是b 那么是x加dx 那就是x加上dx 这个的话呢 本身就是x 下面是dx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分子的话呢 上面有一个x x消掉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了吗 dx除以dx是多少呢 永远是1 任何数字它的导函数的话呢 会等于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要证明它是0 当然还是要把它的定义列出来 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 定义列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 f of x 不管带什么数字 只要是常数 都是k 于是的话呢 我们来算算看 limit deltax趋近于0 上面的话呢 我们不管什么数字 它都是k 那这个呢 这本身就是k 底下的分母是deltax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了 deltax趋近于0 它不是0哦 趋近于0 它并不是真的是0 它只是很接近0 但是上面的两个数字的话呢 相减一定是就是0 于是答案是0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的话呢 任何一个数字 只要是它的微分 它都会变成0 二代紧开车 糊均 那 达 词 医生 是 两位 词 词 21